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在国家会展中心如火如荼的举行中 各大参展商协旗下重磅产品亮相 展示新技术和专业解决方案 中心社记者注意到 位于八号馆的食品展区是最受参会者青睐的场馆之一 因为这里是各国美食的大本营 而试吃也成为了参展商吸引人气的一大法宝 不过位于五号馆的科技生活展区却同样响起扑鼻 一家来自美国的年轻科创企业 带来的人造肉系列现场烹饪产品 为该场馆带来了一道特别的试吃风景线 据了解该人造肉利用水 大豆浓缩蛋白 椰子油 葵花籽油 大豆絮红蛋白等生产美味营养丰富的肉类和乳制品 其环境足迹比动物肉要小得多 这一届进博会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 我们是来自美国加州的 旧金山湾区的一个出唐企业 我们的原材料是植物世界里面的自然原材料 主要的是水 还有大豆蛋白 还有植物脂肪 主体的说叶子油 葵花之油 还有血红素 血红素是 为什么肉有肉的味道 都是因为血红素 但是血红素是 不只是在肉或者我们血管里面有的植物事件也有 你就是尝一口就会发现真的像肉 在本届进博会上 该展位将提供5万份食吃产品 包括人造肉 饺子 汉堡 狮子头等品类 吸引了众多参会者排队品尝 以加入进博会 6加365 潮年展示交易平台 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的德国品牌 福威克此番再度量商进博会 并正式宣布旗下地毯产品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同时 该品牌最受欢迎的黑科技产品 多功能料理机也迎来了革命性的换代升级 从原本能制作两万多种美食 到如今涵盖了4万多种全球食谱 三种创新烹饪模式将数字时代的厨房体验发挥到极致 一道火火掌控要求极高的小炒肉 在新一代产品TM6的帮助下 烹饪步骤将变得极尽简单 吸引了众多厨房小白的关注 与其说是升级 不如说是一个革命性的另一款 德国的产品就是这样 外观看上去没有怎么太大的变化 但是里面的那个硬核做了非常大的更新 这台机器跟TM5相比 它是懂得控制火候 我们中国人烧菜啊 我们讲究锅气 要爆一下炒一下 这个机器可以实现了 我们这台机器可以做到160度 它能做到什么又能爆炒 但是又不出油盐 比如说我是小炒肉吧 小炒肉中间有个爆炒的过程 这次呢我们就可以做到160度 160度正好是小炒肉能爆炒的时候 它要用的温度 就是真的像炒出来的菜 而不像炖出来的菜 毋庸置疑这是一场属于高科技的进博会 各类黑科技新生活方式层出不穷 让人大开眼界 而进博会之一大舞台 也向全世界更好的诠释了 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真正意义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